專家委員會的好像除了你以為 還有黃俊生 台大就是負責整個的臨床試驗的醫師 有好幾位 我不知道名單是不是可以公開 黃俊生好像大家都知道 因為他是整個臨床試驗的執行人 共同主持人是Hope Lugo在UCSF 謝謝 所以在之後其實黃俊生都沒有對外發言 您有稍微提到了說八成到八成五的受試者產生抗體 可是我的問題在於是說 因為根據您之前在其他國際會議 或者一些國內的一些研討會有報告說 這個Global Edge的疫苗的Constra好像不是那麼immunogenic 不是那麼容易產生抗體 所以你們接了一個東西 讓它變成一個fusion protein 是不是這樣子 就接到一個carrier 是protein 然後才有辦法走向那個IgG這個partner 是 所以那個carrier是什麼 這個carrier在 我在演講都在講我自己的啦 那個是DT Lothelial Toxin 對 白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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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猴感覺 耗鼎那個是KLH KLH OK 所以我演講都不會去講耗鼎的事件 那我請教一下 現在臨床試驗在受試者測的時候 對 那個對照組是打什麼 這應該可以知道嘛 對對 對照組打的是不是KLH 有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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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打KLH 所以它是打 Psychohexamide Psychohexamide 對 好 那試驗 然後試驗子它打Psychohexamide加上vaccine 加上vaccine 還有Agyven 對 對 可是這個vaccine裡面 這是一個fusion protein嘛 對 是Vyco protein 對 所以有ditherea 有這個白猴感菌 沒有沒有 也沒有 沒有 就是它GlobalH接到KLH 對接到KLH 然後加Agyven QS21 好 這個都不是專業接的啦 是 我知道 可是問題在於是說 有人是懷疑是說 好像看起來 in general 這些病人 他的後來的存活都還不錯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一個Agyven effect 也就是說其實免疫上面 其實實驗組對照組都有延長壽命 都有end point 其實都有延長 所以 這個 所以8成5都會產生抗體 對 這個Phase 1已經講了 是 就是Laniszewski的paper在2002年PNA 那個不是Agyven effect 好 所以不是Agyven effect 好 謝謝 是Vaccine的Effect 好 是Vaccine的Effect 那8成5這樣子的抗體產生的這個結果 打了9針 其中有些人也有一些副作用就退出 你覺得你滿意嗎 8成5 你覺得這個是已經很不錯了 因為你對外面講 從Vaccine的角度是蠻好的啦 Vaccine的角度 可是Vaccine不是應該百分之百都要產生抗體 而且產生抗體也不見得有保護力 對 不會都產生抗體啦 像immun compromise的人他就沒有反應嘛 是 可是你打的這些人是 都是末期的 末期的病人 你怎麼知道說他immun有compromise 因為他經過化療 經過很多很多 很多都已經 好 謝謝 對 對 謝謝 好 那我們進下一張 院長 因為您也是在回來台灣之前 也在國外做過POSTDOT 還有到很多的機構去服務嘛 對 對 不管從哈佛大學到MIT你畢業 哈佛大學到Scripps Institute到RECAN 這些機構Scripps也待了17年 這些機構難道對這個研究人員 沒有在ethical 研究倫理 跟conflict of interest 就是整個的利益的衝突上面 沒有規範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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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都一定有規範嘛 對 對 那既然有規範的話 你覺得這樣子的規範 對於你回到台灣來 從在擔任基因體中心的主任 跟擔任中研院的院長上面 有沒有幫助 我想我是用Scientist的角度 因為我從來沒有參與臨床的這個時間 但是你要接受這個educational process嘛 意思就是說這些規範 你要任職那些單位 你都必須要簽同意書要了解 你甚至在apply這個research proposal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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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要簽名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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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所以應該很了解 這些規範嘛 對 對 好 下一張 好 所以我其實就是因為在上次的 未還的委員會裡面 我們在質詢這個王惠君王副院長的時候 當時這個梁啟明 梁啟明特別研究員也是在兩年前 還是你們公共事務處主任的時候 那個規定應該是他在任內 他draft的嘛 對不對 這個就是利益衝突回避的這個條款 那這個在那邊 其實這個就是當時我的手寫稿 後來被媒體要去拍了一張這樣 把我的字都曝光 不過anyway 我的重點在於是說 在當時其實我們也有訪問 也是有問到國衛院的江洪哲 江竹蜜 國衛院一樣有這樣子的一個條例 可是國衛院他們也訂了二等親 可是他們不會去正面表列 所以我的問題在於 請問這個正面表列是什麼時候加上去的 這個我不清楚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二等親就是要包括在裡頭 應該要有配偶 要有子女 因為其實漏掉 不只是漏掉了子女 配偶也漏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這個一定要趕快補下來 一定要趕快補強過來了 可是重點在於 在上禮拜五的基爾招待會 就是你們有記轉處有開個基爾招待會 你們的處長也有開 好 現在下一張 那在這個記者招待會 我是不是可以問一下處長 您旁邊那一位是誰 楊處長 坐在你旁邊那個是誰 是 報告委員 那是我們中研院的法律顧問 法律顧問 叫什麼名字 鄭哲明 鄭哲明顧問 他在台灣有律師職業的資格嗎 他是 他之前是我們中研院歐美首的研究人員 喔 瞭解 所以因為對我們中研院的這種 行政法規都蠻熟的 沒有律師資格 那他怎麼會變成你們中研院的法律顧問呢 那你找一個沒有律師資格的人來做你的法律顧問 他怎麼有辦法根據你們的需求 來提供一個 legal advice 這樣不是非常奇怪嗎 更不要講說你的記轉處 你有沒有聘這個 那個比較低階的或許有法律 律師資格的 這個人員 請問有沒有 報告委員 因為現在市場行情 我們目前的這個 市場行情 所以沒有聘人 我們一直希望能夠聘到有律師資格的 一個行政人員來協助你們 另外我最後一點時間問一下院長 在這個整個的這個process裡面 當他們把這個資料送到你那邊的時候 難道院長是也沒有legal advice嗎 沒有一個法規的人員能夠站在保護 院長的這個立場上面 能夠再一次的看一下這個法規嗎 就任由一個沒有具有律師資格的人 根據跟你們的這個計轉這個制裁組 這樣子的一個規定 就讓他release出來 然後現在限於不義嗎 對對 這個我真的要道歉 不過過去在法律方面 我們是用律師事務所有合約 律師事務所聘一個沒有律師資格的人 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不是這一個 以前有 那個我就講出來有萬國有禮律 但是他從1992年就被你們聘到眾議員員 拚到現在了啦 最後一張 所以我想 下一張 亡羊補牢 痛定思痛 真的是建議 中原院 我其實今天的質詢有部分 其實要讓下一任的院長聽的 真的是希望下一任院長 還有您一起 是不是可以補強中原院的這些法規 來全面的來做補強 謝謝 謝謝院長 好 謝謝陳委員 好 謝謝陳委員 好 接下來請王玉民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主席 我們是不是請我們翁院長 好 有請翁院長 好 王委員好 翁院長好 我希望以下主席 就是本席的一些問題 你可以實問實答 不要實問虛答 因為這邊畢竟是國會 對 我知道的我一定答 好 謝謝你 第一件事情 本席要問的 就是當時你的女兒以9300萬買了號頂3000張股票 所有的資金是不是都是由您提供的 對 這個是我們給他的 您給的嘛 好 第一個問題 第二件事情 這3000張股票的買賣 到目前為止賣出去的股票 是不是都是由您親自賣出去的 就是我有女兒的授權去處理她的帳戶 我知道她授權嘛 所以到目前為止是不是每一張股票 都要我同意 都是由您賣出去的 營業員都是跟您接觸的 對對 然後我同意 那就賣出去 好 那本席要請教您一個問題 如果資金都是來自於於您正宇的 股票的買賣 也都是由您跟營業員交易的 請問您的女兒在這當中扮演的角色 她是不是